香普师兄有怀疑 多情自古空虐恨,骗子总有一两个在躲进 在网上以金融传销或者缓交点数伎两行片的美人计 已经old news了N那么多光年 但获获新鲜获获金 偶然就有纯情过纯情超护士的男士会交出真心 今次就有位身经百战的师兄 很有心地整理了金融女和缓交女的常见特征 各位容易受骗的男人要留心听听啦 金融女 1.开场白会问你做哪行 2.一人有几个account 3.通常Facebook或者朋友圈都喜欢show自己衣食无忧 有楼有车有名牌手袋 在别水喝威士忌出入高级商场 暗示你们跟他投资的话 一样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水平 4.有些经验老手会先和你们吹一轮水 然后才会入正题 5.头一两次叫你买的股票都有一定升幅 请你落财 6.你没兴趣买 他们很多都没兴趣继续show你 难怕你个样英俊过Edison都是这样的下场 虽然有些女会说你跟不跟他买都无所谓 其实是有所谓 缓交女 俗称个哥哥 1.通常开场白会问你住哪 你说了之后 很多时他们就会叫你家去另一个account 可能是他们的集团分流着是你个区的女给你 所以两个商同头像的account 其实可能不是同一个人 试过很多次去到新的account 那女已经不记得了你是谁 因为其实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2.头像或图片通常以赴有whatsapp 部分有qrcode给你scan 好像打正旗号开档那样 3.通常聊到这样一刻 就会说自己家里困难 所以无办法要兼职缓交 楚楚可怜叫哥哥们找他们 最轻约你们去拆11然后他人不出现 叫你们买支保点数卡 4.要你用whatsapp聊天 和你手提号码 然后若见面的时候 会有个讲波东瓜的骂脱佬打给你 叫你入数敲打你 他会用海外神秘号码打给你 让你无办法找到他去告他 靠了这么多次网女 真是没遇过这些人 可能是质素问题啦 流主讲的不是玩家妹 是网上骗徒 跟你whatsapp的根本是男人 真正的玩家妹是可以上床 一买一买 玩家女子会问你给多少钱 其他的都不关心 都是师兄心水清 在各款流主应该受过好大教训 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专骗些无脑咸濕楼 各位师兄听完又没得着呢 不想下痴给人啦 八交学费的话 记得要保持头脑清醒 不要这么容易动情啦 喺